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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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项重阳敬老活动邀请松桥老人养护中心 和春护理之家 天心慈善会及天祥宇宙圣道等160位长者参加 台积电慈善基金会 高市港都国际联青社和潮辉实业公司都赞助名牌山意脉和人力支援 接下来是我们的福学主任李佩玉李主任 好 接下来呢介绍今天所有与会的贵宾们 那首先第一位是松桥老人养护中心邱于轩主任 邱主任 活动上午九十余福音慈母湖集中正堂举行 由校长顾志愿主持 大辽区里长黄玉玲 和春护理之家 潘兆芬主任 松桥老人养护中心邱于轩主任等与长辈同乐 校方安排闯关游戏 歌曲欣赏 团康活动 让长辈和学生共度重阳节 校长顾志远致辞说 今天真的非常高兴啊 能看到那么多的一些长辈来到我们学校来啊 尤其今天是应该算是重阳节的前夕啊 也是属于各位的日子 看到各位的精神非常饱满 我想这个是我们做这个子弟的 非常高兴的事情 那我想今天呢 也非常谢谢我们这个承办单位 就我们学校的这个学习服务中心 另外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赞助单位 这么热情的来办你这样子一个 一个这个活动 当我们需要办的活动呢 主要就是要宣扬敬老爱老的精神 那各位报告 我们家有两位长辈了 我父亲今年九十岁 我妈妈今年是 好像八十二岁啊 应该也可以做过重阳节了 真的我觉得在家里面 这长辈对整个家里的一个稳定力量 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呢我觉得长者的智慧 长者的经验都是可以让我们常常学习的 虽然我现在我父母住在台北 那我是住在高雄工作 但我也常常怎样 去跟我父亲请教一下 他的一些人生智慧 我父亲呢 可能跟很多长辈可能同样背景 是这个退伍军人 退伍军人 他常告诉我一件事情 我父亲真的经历了大时代的故事 他会讲五国语言 你猜为什么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当然中文你也会讲 另外呢 他是在北京长大的 那时候是沦陷区嘛 所以会讲什么 会讲 不是北京话 讲日文啊 是不是 讲日文嘛 后来这个 抗上正义之后呢 大家都想留学 你知道大家都喜欢留学到哪里 俄国 学俄语 又学两三年 两三年之后呢 大陆就失线了嘛 就回到这个 到台湾 读军校 他都读那个兵工学校 说明有些长辈也是兵工学校 那时候兵工学校 教官都是哪个国籍的人 德国人 大家这个很难想象 后来美军援助来了 所以学什么 学英语 那我讲这个说 真的有时候我非常感佩我们的长辈 他们真的经历了大时代 大时代的动乱 那在动乱这个之间呢 不但养育我们 也造就台湾的发展 所以我觉得 我每次看到长辈 我都有一股 就是非常的 一个恭敬 非常尊敬的心情 为什么 因为我看到我父亲 这么多的一个机密 这么多苦难 同样 这样的心情 也摆设到我们长辈身上 所以我觉得 今天我们这一个活动 主要是要表达我们对我们长辈的一个感恩 真的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过去奉献自己 造就台湾 当然 今天的活动 也是提醒我们这些晚辈的 我看我们那个前面应该算低牌 这边那边都晚辈 一定要做到一件事情 不止只有在这个重阳节 这天要敬老 那叫天天的什么 敬老 如果做到天天敬老 天天打电话回家 抱歉我一直没做到 但是我想应该做到 我想今天 今天是我们的长辈节日 那学校这边也准备了很多活动 希望今天大家都非常开心 能够过一个属于大家日子 当然我相信今天很多可能长辈 第一次来到我们学校 我们学校漂漂亮 漂亮 漂亮吗是不是 好 意思是说 以后大家要有空的话 不管是假日还平常 有空 来我们要走一走 这个运动一下 身体会更健康 最后 学务长林慧贤说 这位长辈的福 我们今天是艳阳高照 那刚刚下午说 我们校园很美丽 那这个是每个进来的 这个贵弟们都能够感受到 那我想今天是 我们福音科大 为了每一年的一个敬老节 同阳节 我们来办一个敬老活动 那我们希望每一年的活动 都可以有不同的面向 呈现在我们的长辈面前 那福音一直是以关怀为教育里面之一 所以我们希望对长者的一个关怀 跟尊重 会是我们所有的师生 一定要去遵守的一个目标 那透过今天的活动 希望我们可以带给大家很开心 难忘的一天 那再次谢谢各位 道校参加的都是65岁以上长者 最高龄是98岁的孙栋晨 他昔87岁的牵手一起参加 孙栋晨重听 但他仍然与妻子同往常青中心学英文和唱歌 虽然常常鸭子冰雷 但有老伴在 仍甘之如頤 好 各位长辈比较幸福了 这也很开心 重点是欣赏我们美丽的校园 感受唇服的校风 也这么美丽的补锦 访观开始 supplement 들以后 人才看见 今天小蓝 铐来 紧到县 中国诊 当歌 要減肥,太瘦好嗎? 要減肥,太瘦好嗎? 不行,要剛剛好睡 要早睡早起還是晚睡? 早睡早起,早起 早起,早起,早起,早起 中秋老頭老虎招新 加油 加油 哦,我的天啊 它交费力了 同樣姐 好痛 好痛 非常新聞記者綜合報導